恭喜各位毕业生即将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促进我们地球的永续发展 在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2030永续发展方针 提出17项的目标包括169个具体项目 这就叫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又称作Global Goals 这是全球对于2030年的共同愿景 我自己工作最关心的是第17项 也就是达成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 这不只是其他永续发展目标的总结 也是提醒我们经济部门、社会部门 以及环境这些保护的人士都可以一起共存 并不是说你做一个价值就要牺牲掉其他的价值 简单来说永续发展目标出现 把我们人类的思维从零和转变为共好 在传统的思维里面 社会公益跟我们的企业获利常常是两回事 而且还彼此互相冲突 导致我们很容易从单一角度来看待 发展、development这件事情 而SDGs的出现翻转了过去的既有思考 因为我们发现当你长远的去看 任何人都会希望他的下一代、下两代、下七代的环境 比这一代的环境要更好 在以后我们离开地球的时候 那时候的环境比我们来到地球的时候要来的好 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社会、经济或环境 没有办法单一的发展 要达成共好才能够进入永续的这个愿景里头 所以在我看来促成永续发展的基础之一 在于我们如何面对终身学习这件事情 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全球资讯网WiWeb刚刚出现 有非常多顶尖的学者 都愿意把他们正在想的事情分享在上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选择离开国中自主学习的原因 因为课本上面的知识 比起我上网所学落后了在当时将近十年的时间 在中措之后 在校场的允许之下 我到附近的大学旁厅 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哲学的课程 因为在那里我遇见了来自各种不同学们 不同领域的同学 牵涉的学们越多 我们讨论激荡的火花就更加精彩 因为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学们看到世界 都是看到一个不同的层面 所以我想不管是透过网络的学习 或者未来在其他的高等教育的课堂里面去讨论 各位都是看到不同的学们的角度 对我来说就像天上一个一个星座 星座的位置其实我们人为去定义的 看起来这些星星很近 但是其实每一颗星星之间都相当的遥远 所以我认为学习的重点 并不是说既有的学们里面 你要进入哪一个学们 而是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走向哪一个地方 只要你找到这个结构性问题的核心方向 你朝向那里走 旁边所有的星星都是你的素材 只要你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就能够成为你贡献这个宇宙 你独特的自己的一个星座 所以在这里我要恭喜各位同学 结束了目前这个阶段的学校生活 从地球出发 我想400多亿光年之内的可见宇宙 还有许多无穷无尽的素材 等着各位拼出各种不同的样子 也祝福各位同学在未来的路上 能够建构出各位自己的星座 让永续的未来透过你而来临